春帘上大大的春会是招财敬宝 金光闪闪贴满摊位整面墙 民众强买讨吉利 但贴春帘五大禁忌不能不知道 像是在大门口呢 你要贴上单字的春帘 福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贴春 因为在古代传说 只有银红院会在大门贴个大大的春 吸引客人 居家大门贴个春容易招烂桃花 门口可以贴福或贴材 一般室内可以倒着贴 谐音福到财到 但大门口倒着贴可会有麻烦 福不能倒贴 福倒贴的话 就会把福气幸福快乐倒贴给别人了 大门口倒贴福或财 小心把福气和财库都倒光 同时记得大门贴春帘 专家说一定得贴单处财吉利 上连下连贴完了 一定要加上横批 还有贴春帘的时间要注意 年初以后不能贴春帘 你贴春帘的话 你就会福气财气 运气全部贴住了 就会变原地踏步 春帘一定要除夕 就接器接印接材 专家建议除夕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贴 是最适合的时间点 但最后一步得记得撕掉旧春帘 撕掉旧春帘还得要撕破 表示除旧不新 专家提醒千万别偷懒用新春帘覆盖 会影响好运 新年祈求好运到 专家提醒的贴春帘五大境界 提供给大家参考 记者张超鹏成经理台北 赞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